國旗就在這裡 我們知道最近中國不斷打壓台灣 各種方面 包括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就是這個 連美國的航空公司 要怎麼樣稱呼台灣 中國人 共產黨有意見 但是你看 他不只是這裡把國旗帶出去了 連他在矇眼的時候 其實旁邊也有這個國旗的 所以衣服哥 像這樣的場合 國旗要秀出來 是因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參與 所以還是怎麼樣 這過程需不需要跌對跌 我不清楚他有沒有規定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表演過程當中 他蒙眼的時候 他的蒙眼的那個眼睛旁邊 秀了一個國旗 是 其實你注意看他整個的表演 他在蒙眼的時候 把國旗帶上去了 他結束的時候 各位聽到報告長官 中華民國海軍蘇麒麟 表演完畢 你看您國號講出來 最後講的是我愛台灣 我來自於台灣 其實你看到就是說 我們最近有時候在討論政治 都在談什麼台灣價值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東西多 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穿新裝 多輕易地講得出來 戴著國旗 講了我們的國號 對 講了我們的台灣 對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難的事嗎 當然在國內講不怎麼難 到國外那是更難的事 所以你看到我覺得獎項 當然就是說獎項是一個其次的問題 但是一個可以穿著中華民國海軍的 正式一對服裝 那個制服出去比賽 又有國旗又有國徽 又有我們的台灣 又有講出我們的國號 他對台灣的鄉土的那種情感 我覺得他之所以會讓國人感動 就基於這些的原因 我覺得當然他在 當然出去前我們都說過 就是說他看了那個貝雷茂的整個活動 其實他也單獨做了一套 非正式的軍裝 就上面掛了一個 好像是上位的軍階 引起很大的爭議 其實 當然如果說 他是一個非正式的制服 所以到最後他要出國前比賽的時候 是他的輔導長也都出來講話 希望大家體諒他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有的比賽就只有他是戴頭盔 他是戴軍盔 因為就是要符合我們的軍 那我們的正式軍服是鋼盔 因為我們的軍服裡面沒有貝雷帽的 這樣的一個帽子設計 所以當初他有爭議的是 做了一套黑色的 戴了一個黑色的貝雷帽 弄了一個上位 當然大家都有 他們的輔導長什麼都有出來 包括他們的儀隊的士官長 都出來幫他講話 當然就是希望說 貝雷帽可以讓他比較不會干擾他的表演 你看這個真的 這個鋼盔這樣子遮著 這裡的視線其實就在這裡 確實是會影響的 所以希望他能更好的表現 所以都支持他 但是問題是他那個軍階 當然被了一些 退伍軍人還是什麼的批評 所以也有兩三天大概心神不擬 因為批評沒辦法專心 當然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說穿軍服這件事 其實我就講一下吧 我在海軍陸戰隊的時候 我是上兵沒有做 我曾經穿過一次 也是上位的軍服 為什麼 你去整個什麼比賽 沒有沒有沒有 我把軍服的上位是反側 就他的 我們的那個夾克可以反側嘛 但是其實就是那一次是 團裡面的一個檢查了 裝備檢查 我們去檢查嘛 事後也是被一個銀長 在團會議裡面 被罵的亂七八糟的 我也被罵嘛 就說為什麼一個兵 可以穿上位的制服 什麼什麼 因為軍隊階級還是很重要的 他很明顯 就當然當時也有一些官出來講話 就是說他是反的的 他是把軍階反過去 不讓大家看到的 是 不過是說反的沒有害好被罵嘛 所以軍方對於說 實在說對於你官階不符 你低階穿高階的軍裝 其實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是是 當然他的是非正式軍裝而被批評 我覺得 俠不言語啦 這件事情就過去啦 我覺得以後對於軍方這樣的類似活動 支持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支持啦 沒有第二句話講 學衡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比較想要講的是 如果沒有這個 所謂臉書網路的直播 包括有一個叫做 三角鐵影像工作室 在第一時間 而且他們是直接就在臉書底下寫說 歡迎大家來分享 如果沒有這樣的同步 其實國人是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去了解這些喜悦 所以網路的這種傳播很重要 但像這個過程中 你剛剛除了這個所謂爭議之外 就是服裝的爭議之外 包括他這次出國比賽的難度 還有像爭取預算要有這個部長 前部長的支持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困難的東西呢 第一個我想要講的是 他在空軍服役那個期間 那一年我大概剛好有去訪問過空軍儀隊 空軍儀隊舊的營區就在松山機場斜對面 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你實際去過你才知道那個儀隊有多麼辛苦 他們每個人常時準備兩套的軍禮服 那那個為什麼要準備兩套 是因為只要早上出操一次全部濕透 濕透不是我們一般講我流一點汗這腋下怎麼樣 是整個衣服濕掉了上面會有鹽的痕跡 因為你的汗水會多到那個程度 所以每一個人進去至少瘦10公斤 你只要被邊境一對至少光是那個脫水跟便瘦10公斤起跳 所以你能夠熬過那樣子的一個磨練 你對自己的認知會很強烈 所以其實你仔細去看世界各國所謂的honor guard 也就是他是禮兵隊或者是這個儀隊的部分 在招募軍種的時候通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美國海軍陸戰隊最出名叫做silent drill silent drill的意思是整隊譬如說一個排的禮兵 他站出來不需要有音樂 他不需要有任何的節奏 全部的人就照著指揮官 最多就是槍點地跟腳步聲 照那個節奏來做分裂式 來做槍的交接 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台灣現在要開放心胸的是 其實過去好多年有各種各樣的比賽 有特戰部隊的比賽 有這個所謂的特種部隊的競技比賽 對 神槍手 對 台灣的官方相對來講其實過去很保守 這個千層就像我們剛剛討論的 一路上到國王部長 國王部長有時候不敢扛那個責任 因為怕萬一表現不好怎麼辦 其實我們的特種部隊 大家不要小看我們的梁山或者是陸戰的特種部隊 對他們的戰鬥力在全世界前三名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很多時候是因為你第一個不能戴自己的槍 第二個沒有自己的預算 所以人家都從世界各國戴自己的槍 自己瞄準好的準心 神槍走到現場要跟人家借槍 這個過去發生過 那怎麼會準啊 用不習慣啊 所以我們過去的表現其實都沒有發揮到最好的一個境界 我覺得這一次其實還是要感謝之前的大鵬部長 不管你對他看法怎麼樣 他這個部分這麼開明 願意協助 因為他不是部長願意support就好 你一直上千層 海軍指揮官要同意 海軍總司令要同意說 我願意讓你出國著軍裝比賽 因為Honor God其實在台灣很特別 有各種各樣禮兵的交流啊 或者是活動 他們其實都有很強烈的榮譽感 可是要能夠代表國家出去比賽 還要是現役軍人 過去非常非常少發生 所以這一次其實還是要感謝這些長官 開發那個彈性 讓大家可以這樣做 是 讓他可以把他的夢想完成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以後要盡量開發 也就是不管是特勤隊 不管是特種部隊 甚至我們的警方的這個特勤中隊 他要出國去參加比賽 你應該全力支援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被封鎖到 你靠國家的力量不夠 你要靠大家 我們這樣子化整為零 你不要跟我談什麼 是不是什麼國家 是怎麼樣 有沒有中國台灣 而是我們去比的就是技術 我今天sharpshooter 我的狙擊手夠長 要戴資穎 對不對 他一旦出去就是台灣求後 是 台灣的世界求後 所以整個台灣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要重新開放 部隊要更開明 長官要更有彈性 然後支援的力量 或者是企業的贊助 我覺得要更完整 所以接下來我們其實很樂見 包含了警方 包含了消防隊員 包含了我們講過的各兵種的儀隊 或是特種部隊 該出國比賽就出國比賽 該支援他就支援他 國家沒有錢沒關係 上網跟大家講 我們來想辦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做得到 政府也許不方便說突然之間編個預算 可是大家可以 民眾想辦法 他們這一次的表現 能夠這麼多的傳遞出來 也包含他們自己有地球立體 就是出去那個三角鐵工作室 沒有跟他收什麼幾百萬 就是我們義務去幫忙 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們還自費 對 三角鐵的團隊好像是自己自費 自費的 所以我們要開放這種可能 讓民眾能夠參與的時候 台灣要用不一樣的方法走出去 好